这个卡勒咪正在吞云吐物享受着快乐 然而下一秒一群特警就破门而入冲到他的面前 但他们来此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歹人 而是找这个卡勒咪办一件事 卡勒咪虽然很懵逼 但他还是很配合的乖乖照做 可没想到下一秒 而他之所以被迫吃喜 则是因为惹了一个绝对不该惹的人 这里是民风淳朴的金斯敦 一个方圆16公里却建有7座监狱的城市 而这7座监狱 通通都归这个势力通天的男人掌管 他与弟弟迈克一起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 为监狱内外的各方势力提供方便 合作伙伴不但有街头的黑帮大佬 还有政府的高官要员 他们手眼通天的能力 就连真正的市长见了都要叫一声大哥 而就在这天 一名黑帮大佬的女人找上了米奇 她表示自己的丈夫在坐牢前 将一笔赃款埋在北面的一座荒山里 这次上门就是想请她帮忙取回这笔钱 说完便拿出一张标有赃款坐标的地图 随后她还承诺 事成之后将支付一万美刀作为报酬 这么一份简单又高薪的差事 米奇自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此时的她绝对想不到 自己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天晚上 米奇的弟弟迈克和三弟凯尔在哥哥的安排下 连夜摸到山上挖出了这笔赃款 随后他们马不停蹄回到哥哥的办公室 将这一大袋美刀锁进了保险箱里 本以为顺利拿到了马内 他们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 可没想到这事哥哥突然打来电话 心急如焚地表示这件事情发生了意外 原来昨天委托任务的女人刚走出办公室 一个小卡拉便盯上了这个封面油存的大嫂 于是色胆包天的她 当晚就悄悄潜入了女人家里 大佬的女人自然也不惯着 直接拿起了枪与她对质 可不料一枪未准 她立马就被卡了咪的两炮子敲晕过去 完事以后 这个卡拉咪便在女人的家里搜刮起了财物 却没想到包里的一张地图 竟然给原本只想捞点小钱的 她带来了意外窒息 连想到白天市长秘书 曾出来复印过这份地图 她瞬间意识到 这笔20万的赃款就在米奇手里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她直接守在市长办公室 将钱来取钱的米奇 打了个正着 米奇不想为了这点钱 跟卡拉咪拼命 因此非常配合地打开了保险箱 本以为对方拿到了钱就会立马跑路 却没想到下一秒 很快弟弟迈克便收到了哥哥的死讯 他悲痛地看着眼前这具冷冰冰的尸体 内心愤怒的火焰开始熊熊燃烧 为了替惨死的哥哥报仇血恨 他绝不能让凶手有登上法庭身边的机会 而警局的朋友们果然也不是吃素的 当天下午便锁定了凶手的位置 可就在他们全副武装准备行动之时 收到消息的迈克风风火火地杀了过来 此时的他情绪相当激动 一心只想立马进去避了这个害死哥哥的凶手 但再怎么合理合法地处决犯人这方面 显然警局的朋友们更有经验 他们拍着凶仆向迈克保证 绝对不会让卡勒米有走出房间的机会 而他们的套路果然立端进 只是一个眨眼的工夫 便干净利落地收拾了这个卡勒米 如今地下市长身亡 身为弟弟的迈克便接任了哥哥的职位 他成了这个城市新一任的掌权者 然而属于他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当天下午 迈克刚坐进酒馆借酒消愁 一个不长眼的小卡拉便走了过来 原来这个小卡拉是脏款主人米洛的小弟 得知地下市长米奇被杀 他们理所当然地找到弟弟迈克追回损失 但相比起为人处世更为温和的米奇 迈克的脾气可没这么好惹 然而真有这么简单吗 很快这个小卡拉便向老大告了状 得知自己不但丢了钱 派出去的小弟还被迈克一顿揍 大佬瞬间怒火中烧 马上就从纽约调派了新的人手 打算让这个新上任的地下市长吃点苦头 但让迈克头疼的事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此时监狱里黑人帮的成员 又惹出了新的事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